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新闻首先带您来关注 美国总统特朗普11号在警告朝鲜称 已做好所有军事准备 希望朝方另寻他路 而韩国和美国军方当天就表示 本月下旬的韩美年度大规模军演将如期进行 韩国国防部11号确认 韩美两国预定在本月21号到31号之间 举行的已知自由卫士年度大规模联合军演将如期举行 根据此前美方消息 紫斯军演将由海陆空4万名士兵参加 尽管打在近日美朝关系急剧恶化前 美韩就以计划举行紫斯军演 并表示军演只在加强韩国国防 但朝方仍认为美韩紫斯军演是预演开战 美国总统特朗普周五再对朝鲜发出警告 说如果朝鲜不能采取明智行动 美方的军事解决方案已经准备好 枪已上膛 但愿金正恩选择不同的道路 而就美朝近日言论不断升级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耿爽11号表示 当前朝鲜半岛局势复杂敏感 中方希望有关各方谨言慎行 多多有助于缓解紧张局势 增进各方互信的事 不要走彼此轮番是强 局势不断升级的老路 此外 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当天表示 当前美朝军事冲突的风险非常高 俄方对双方相互发出的军事威胁感到忧虑 他呼吁美朝双方 想因俄罗斯与中国此前就半岛问题 提出的联合声明 停止挑衅行动 而德国总理默克也表示 言论升级及军事解决途径 都无助于解决争端 最重要的是有关国家之间紧密合作 此外 面对朝鲜的威胁 韩国民众似乎人很淡定 许多民众对身边的防空设施 位置并不知情 据悉 韩国境内有接近一万九千个防空洞 其中离寒潮边境仅四十公里的时候就有超过三千两百个 多数位于地铁站 地下室及大楼车库 然而有专家指出 这些设施并没有得到广泛宣传 为公众所知 此外 防空东内的应急物资也较为匮乏 方文卫视综合报道 另一方面 美联社11号报道 在美朝领导人隔空口水战升级的背后 特朗普政府实际上在过去几个月 一直秘密同朝鲜进行幕后外交 但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就回避谈论秘密接触 是指示再度的警告朝鲜 美联社援引匿名美国官员和知情人士报道 美国国务院对朝政策特别代表尹如上 和朝鲜驻联合国高级外交官员朴成日 有定期接触 尹如上也是唯一一个与朝鲜有接触的美国外交官员 官员将他们之间的接触称为纽约渠道 主要用于华盛顿和平壤之间传递信息 美联社指出 美国国务卿蒂勒森在菲律宾出席安全会议时 就曾表示 美国对朝存在其他沟通方式 暗示幕后渠道的存在 美联社表示 虽然众所周知 美朝双方就美国大学生瓦姆比尔的释放 进行了幕后协商 但迄今为止外界并不知道 美朝间的接触是持续的 也不知道双方还就人质之外的事宜进行接触 消息人士称 特朗普政府上台后 便迅速重启美朝幕后外交 但目前为止 建议美朝间存在极大的不信任 美朝间的互动仍为消除 朝鲜发展核岛项目引发的紧张局势 但他们认为 幕后的讨论 依旧可以成为更严肃谈判的基础 包括在朝核问题 以及美朝领导人 是否应该停止对峙展开对话上 但对于这一消息 朝鲜驻联合国代表团表示 美朝只是两个月前 就瓦姆比尔的释放进行过接触 特朗普在当天的记者会上 也必谈美朝间的秘密接触 而就在同天早上 特朗普在推特上宣布 应对朝鲜潜在威胁的军事方案 已经全面就位 以被朝鲜不明智的形式 特朗普强调 自己将言出必行 凤凤卫视 王佑佑 赖达里 华盛顿报道 另外 中国大数据 贵州综合实验区 美国硅谷推介会 11号在盛核赛举行 贵州省常务副省长 秦如培指出 贵州正在打造中国数字硅谷 未来期待与硅谷高科技企业 共同合作创新 秦如培表示 贵州在近六年 持续保持经济快速发展 增速在中国各省中 稳居前三位 特别是大数据领域的发展 处于国内领先地位 并具有国际影响力 而硅谷是世界著名的创新摇篮 未来期待双方的合作 更进一步 贵州省发改委负责人介绍 如今大数据战略 已经成为利器 高通 苹果 IBM 英特尔等一批全球知名企业 都选择在贵州落户 你看现在我们的首个 大数据工程实验室 也是实在贵州 它这个大数据 已经是把人们的 生产生活方式进行了改变 它对我们以后 提高我们的生产生活水平 改变我们的生活品质 都非常有用的 贵州省政府与美国高通公司 去年合资成立公司 发展高端芯片 推动集成电路产业发展 与会商界科技界代表中 也有不少事业成功的贵州级侨胞 看着家乡经济快速发展 都感到余有荣烟 因为贵州现在大数据 还有贵州的农产品 很多好东西呢 都会带到美国来 所以我们也希望 就是贵州越做越好 方卫视 刘海平 硅谷报道 另外 中国内地 今年7月1号开始 整肃超过7000家 各类境内国际非政府组织 仅有150家获得了核准注册 其中就包括湾区知名慈善机构赠予亚洲 自2001年成立以来 赠予亚洲已经在亚洲25个国家和地区 建立了超过2000家受赠机构 捐助总金额超过3亿美元 其中对中国的捐助超过7700万美元 支持了880多个项目 例如2008年 我们是在西州最大的美国责任 所以我们有很严重的灵状处理系统 但这就是我们与责任联系统 帮助地区组 创建于2000年的张乃馨慈善基金会 是赠予亚洲的长期合作伙伴之一 张乃馨于1999年去世 享年72岁 生前成功经商 留下巨额遗产 决定成立基金会回赠教育事业 基金会会长刘伦是张乃馨的外甥 16年间共捐助了590万美元 包括帮助中国学生考上哈佛医学院 还有张乃馨生前就读的上海交通大学 也是长期捐助学校之一 刘伦说银水思源真图报才是人生真谛 人一人之间真的差别很小 只要你用功努力 给他一机会提一把 他会改变一个人生 还有一个人真正成功 很多人说不在乎你有多好的财富 主要在你帮助多少人 能改变他们的生命 影响他们的生命 这是很重要 作为最新一批150家 成功获得中国注册的 境外非政府组织 纵意亚洲在北京市公安局 注册其代表处 也是第一个在慈善项目中 注册成功的境外非政府组织之一 方航卫视刘海平旧金山报道 好 广播过后我们来看更多的消息 感谢回来 我们来看今天来自美国各地的简讯 据美国商务部11日发布的数据 2016年中国内地游客 到访美国的人数增长15% 旅行支出上升9% 商务部在声明中表示 2016年共有7560万海外游客 为商务 医疗 教育和休闲目的 到访美国 总共消费了2447亿美元 与2015年相比 海外游客人数下降2% 支出也下降了1% 这是自2009年以来 美国的海外游客人数第一次下降 但中国内地到访美国的游客数量 已连续13年增长 其中12年都是两位数增长 而且从2005年至今 中国内地游客人数已经增长了10倍 目前中国内地游客数量 已占美国海外游客总量的3.9% 排名第五 同时中国内地游客在美旅行支出排名第一 2016年共消费了330亿美元 每天为美国经济创造约9000万美元的收入 加拿大方面 安省卫生厅长宣布 省府推出新的网上工具 并同时改进其网站 提供和升级更多电子工具 帮助省民更好的了解 与健康有关的信息和服务 据了解通过名为 Enhanced Wait Times Information的工具 病人很容易得知 医院的轮后时间 转介至专科医生的第一次就诊所需时间 以及决定手术至排期实施的等候时间 此外 病人还可以得知 将到哪一家医院做手术 加深对医院的认知 以及自我医疗护理 从而做出更明智的抉择 削减轮后时间 数码技术能使医疗护理更加以病人为中心 上述信息可以具体到安省的每一家医院 民众可以查阅到这些医院接受心脏 癌症 白内障 膝关节手术等主要手术治疗的轮后时间 令患者和其家庭医生了解未来的情况 对治疗方案做出针对性的调整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我们来关注一组来自两岸三地的短消息 九寨沟气急强震 截至当地时间11号晚9点 共造成24人死亡 493人受伤 转移疏散游客 外来务工人员共集6万多人 安置两万三千多人 部分通往灾区的道路未打通 仍有多人失踪或者被困 距离地震发生已经超过70个小时 由于震后的72小时属于黄金救人时间 因此搜救工作一直紧张进行 救援人员11号在镇央九寨沟县的张扎镇 搜索数名失踪者 地震时他们乘坐的中巴车 被山上滚落的大事击中 车子掉落附近河谷 车上当时有13人 包括12名游客及一名司机 只有8人生还 仍有两人失踪未巡回 这场在8号晚发生的气急地震 导致九寨沟4万多人受灾 灾区设置了约250个临时避难点安置灾民 而国家旅游局则表示 1129个旅游团已全部安全疏散 凤红卫视综合报道 好 继续过后 我们再来关注今天的财经消息 另外在财经方面 美股周五是小福反弹 格际股领涨 美国通胀数据温和 投资者预期美联储加息更去审慎 入市抑郁抵消对美朝紧张局势的忧虑 我们来看星期五 每个华人股票市场走势 先看看每个早上是开盘成 现小福上升全天 都是在债幅高位盘证 收盘成三大指数也是上升作收 但是总体来说 这一个星期还是形成跌势 并且是今年以来走势第二差的一周 在过去这个星期 纳指走出6月份30号以来的 最大跌幅的一周 道指和标准普通500指数 则是3月份以来最差的走势的一周 导致本周下跌1.1% 标普500指数下跌1.4% 而纳扎的综合指数下跌1.5% 零售类股还是受压最大 但是整体消费型类股 在星期五则呈现是上升的走势 另外值得关注的是 能源金融类股在星期五 持续出现下降 但是油价收盘时 则是债幅上升 上升0.5% 但是本周则成为下跌1.5%的走势 收盘时9月份的德州青田油 在纽约商品奇交所 是以48块8毛4一同做收 我们知道黄金价格 这个星期一直是普遍走高 星期五还是以4月份以来的最高价位 也是4月份以来连续上升的 最大的幅度 0.28%的上升幅度 在纽约的商品奇交所收盘时 是1289块6毛3 1盎司做收 所以市场现在还是审慎心态相当浓厚 那么下个星期还有更多的公司盈利 以及联储的一些重要的回忆基要 所以投资人将还会是审慎观望 而且走势也将会是坎坎坷坷 横向盘整的一周 以上是星期五情况 凤凰卫视旁者 纽约报道 我们来关注 今天世界各地的全球财经指数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另外在工商消息方面 大城餐馆集团工程公司 是美系华人社区最大的一站式餐馆工程 餐局和炉头服务企业 大城炉头厂生产的炉头 因为安全优质 获得了餐馆业者的青睐 也不幸成为了不良商家的仿冒目标 日前的大城公司举行了新闻发布会 宣布已经对涉嫌侵权的三名公司法人 五名自然人提起了民事诉讼 大城餐馆集团工程公司 董事长陈光磊表示 大城炉头厂生产的炉头安全优质 也获得了美国食品卫生安全标准最高权威认证机构 NSF全美卫生基金会的认证 成为热销炉头产品 由于大城炉头的知名度 额得到NSF的认证 一些不法厂家开始硬制假的大城炉头NSF认证牌 并贴在其炉头产品上冒充大城炉头 一些经销商明知这不是大城生产的炉头 但贪图利益进行经销 一些餐饮业者因为贪图价格便宜 购买假冒大城炉头的产品 他们在多年前就发现了这样的情况 当时通过信函与一些商家沟通 但没有效果 陈光磊董事长表示 最近用仿制大城炉头NSF认证牌 并假冒大城炉头产品的情况越来越猖獗 这种情况频繁发生 不仅损害了公司的声誉 更涉及到公共安全问题 因此决定寻求法律维权 就是我们发现很多假冒的 这个厂家在做我们的这个产品 那我们发现之后 就是马上找了律师来解决这个事情 大城公司代表律师 刘龙珠表示 未经安全认证的炉头 随时都可能出现重大的公共安全问题 甚至威胁到在餐馆用餐民众的生命 希望能够引起商家及社会的重视 我们现在在做的 就是说在法律许可的范围内 追究每一个人 每一家公司的 他的所有的所有的相关的责任 让他们得到在法律范围之内最大的惩罚 仿制大城炉头NSF认证牌并贴在不是大城生产的炉头上 后果性质与假冒名牌包 名牌牛仔裤一样 涉嫌违反联邦法刑法 罪名成立可最高判监10年 凤凰卫视王豪洛杉矶报道 另外保险理财机构 互惠财富日前为消费者推出了系列精品课程 互惠财富 互惠保险 8月特别推出系列精品课程 详细为大家介绍 美国各大金融保险公司 以及每一家最核心的产品 据互惠财富介绍 很多客户对美国的金融制度 大型金融保险公司 和先进的保险理财产品 都没有清晰的概念 所以互惠财富希望通过精品课程 来帮助大家系统的学习和了解 在美国怎样做好家庭财务规划 像这些精品课程 我们首先都会从给大家介绍 美国超大型的金融保险公司开始 这些世界前十强的超大型金融机构 都是大到不能倒的级别 像大家熟悉的Potential Alliance MassMutual等等 在课程中我们会给大家详细的解释 这些公司为什么大到不能倒 如果他们真的倒了 又会有什么灾难性的影响 另外我们还会为大家详细的分析 在08年的时候 金融危机的时候 为什么美国政府允许银行破产 却出手拯救保险公司 另外这些精品课程将为大家详细分析 金融保险公司的运作模式 展示保险公司高收益的原因 让消费者了解在美国买保险 究竟能不能起到保障作用 互惠财富希望把精心研究的成果向大众公开 让消费者了解市面上的主流保险产品有哪些 分析自己最适合什么样的产品 每场精品课程前20组打电话预约的客户将获得免费名额 有兴趣的民众可联络当地互惠财富 互惠保险的专业理财代表 以了解更多资讯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我们来看一下未来24小时的全球天气情况 我们来看一下未来的电话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以上就是这节新闻 详细的新闻内容 请登陆凤凰新闻微信平台 感谢您关注 凤凰美洲新闻友 长龙航空 Star Alliance Member 劳力是华人独家代理 李新华翡翠京城 Stay Bob在不顺时保护你 顺遂时帮你省钱 让你稳健一生 联合赞助播出